针对开放瘦肉金美牛相关法案修法 立法院朝野党团依旧没有共识 今天国民党团就建议行政院以行政命令替美牛案解套 对此民进党团批评这么做是破坏体制 而行政院则表态 期待美牛案能够在立法院通过 立法院朝野党团多日来因为美牛案没有共识 僵持不下 原本国民党团强硬表态要夺回主席台 完成美牛案闯关 不过在上午的党团大会 国民党团态度转变 希望以行政命令通过美牛案 我们昨天晚上临时打消了我们的行动 如果到这个会期 明天6月15日 立法院没有做出修法的决定的话 行政院就在今天召开记者会 以现行法依法处理美牛案 行政院已经了解国民党党团的 这个意思的表示 因为时间还有相当充裕一天半 所以我们目前的态度跟我们的回应就是这样子 还是希望立法院能够完成 实管法的修法工作 不过行政院对于国民党团的立场 没有直接回应 只希望美牛案能够在立法院尽快通过 但民进党认为 行政团队如果用行政命令开放瘦肉筋 是破坏宪政体制 我们在这边要提出严厉的谴责 我们也要忠告这个行政团队 不得以行政命令禁制公告 这是国家的典章制度 国家的行政程序 然后这样子做的话 行政立法的关系完全破坏无疑 朝野的关系完全破坏 这个他们要付出代价了 他们要好好去想 到底有没有提到这个程度 美牛案无解 朝野多次协商没有共识 在休会之前可能没有结论 新唐人的电视副东柳兹营 台湾推报导